1949年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后 宋庆龄找到毛主席请求特赦一位女囚犯 主席慎重考虑后 只提出了一个条件 便批准了她的请求 然而那位女囚在得知此事后 却断然拒绝了 这个能让宋庆龄亲自求情的女人是谁 毛主席到底提出了什么条件 她又为何要拒绝 感兴趣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聊 这个女囚犯就是汪伟政权第一夫人 新中国头号女汉奸陈碧君 故事回到1946年 一天苏州城的街头巷尾人潮拥挤 法院门口也密密麻麻的围满了市民 当时的报纸还曾报道过这一盛况 高等法院满坑满谷 睁看头号与汉奸 法庭里站在审判席上的女人 脸上洋溢着优越感 即便手带镣铐 也依然剑拔弩张 不仅大言不惭地为自己和汪清卫的叛国行为狡辩 还毫无悔过之心说自己不是罕仙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愤怒了 都忍不住开始唾骂起了她的行为 面对群众的谩骂 陈碧君还口出狂言道 就连蒋铐师见了我也得尊称一声王夫人 你们也配直呼我的大名 不过恶人自有恶果 虽然她说的慷慨激昂 但还是改变不了勾结敌人出卖国家的事实 最终法院还是判处她无期徒刑 让其终身监禁 她对判决结果不服气 在前往监狱的路上还曾在车上大喊 我不怕死 但是我没有坐牢的耐性 还不如直接判我死刑 后来在监狱里也开始不安分起来 她深知自己曾经是孙中山的追随者 又是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 同是国民政府的人自然不会把她怎么样 于是每日在牢房中大吵大闹 还经常将盛着饭菜的盘子打翻 甚至对那些看管她的人都会破口大骂 简直是嚣张把握到了极点 御方虽然恨她 却又没有一点办法 1949年国民党落败 蒋介石下台后 由李宗仁代为刑事总统之权 行政院一致决定迁都广州 所有被判处监禁的人全部释放 那些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就送去台湾 然而那时候国军将领们 异性只想着自己的安危 哪还有时间去管那些汉奸 于是苏州解放的那一天 监狱也被我军接管 陈比军则成为我们的阶下囚 1949年5月27日 上海迎来了解放 提兰桥监狱也被市政府大力改造 考虑到陈比军的身份特殊 而且体制比较差 于是军管会决定把陈比军迁往上海 毕竟那里的条件比苏州监狱要好很多 出到上海时监狱的管教干部不仅帮他提行李 还帮他铺床 态度温和地与他叮嘱注意事项 临走时甚至还礼貌地跟他说了声再见 一时间让他摸不着头脑 因为他原本预想的种种惩罚和处决 结果都没有发生 不仅如此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我们还给了他很好的待遇 陈比军的牢房通风好 冻暖下凉 他提出一天五瓶热水的请求 我们也满足了他 此外我们还允许他的亲戚朋友前去探视 当时由于上海的天气原因 陈比军早年起码摔伤的后遗症发作 管教员得知后还特意请了医生为他治疗 以至于陈比军也忍不住对同屋人说 我在苏州整整三年 从来没有人给我做过检查 如今却做到共产党如此待遇 我真是想不到啊 话虽如此 但他依然明顽不灵 还是多次发表反对言论 有次女教官让他写忏悔信 他大笔一挥 写了一本两万多字的自白 字里行间都是他和王精卫 在革命早期的丰功伟绩 对抗日期间通敌卖国的行为 一个字都没提 宋庆龄与何湘宁 早年和陈比军就有交情 他们一起追随孙中山先生 从事革命工作 有次同盟会活动经费紧张 陈比军毫不吝啬 及时援助让宋庆龄难忘 而何湘宁更是当过陈比军的伴娘 他们清楚陈比军如今的处境 不想他就这么死去 处于对好友的恋爱之情 在不知道其立场的情况下 他们以为投靠日本人这件事 陈比军只是跟随者 不是主谋 因此一起找到毛主席和周总理 为他求情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毛主席面露难色 在慎重考虑后说道 我知道陈比军是个很能干 很厉害的女人 可惜她走错了路 既然宋先生和何先生都替她求情 那就让她承认自己的错误 写一个认罪声明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 人民政府就可以下令释放她 当晚宋庆龄就亲自写信给陈比军 心里说之前由于各种原因 没能替她说情 如今人民政府宽宏大量 毛主席也同意了 只要她愿意道歉 就可以重获自由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陈比军并没有接受毛主席和宋庆龄的好意 反而拒绝了 他不愿意面对之前犯下的罪行 宁愿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度过余生 即便如此 我党也没有放弃对陈比军的改造 平时不管她遇到什么问题 只要是合情合理的 就会有人帮忙 有次她突发心脏病 晕倒在地 监狱值班人员发现后 立刻把她送进了医院 积极为她治病 对她精心照料 还有一次 她在浴室不胜花道 由于体格比较胖 几个管教人员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她扶起来 这种种事情都让她倍感温暖 因此她还曾在报告里写道 他们的行为 让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罪犯 在我党的各种关怀和思想教育下 陈比军的心开始动摇了 她嘴上说着不承认 但从她后来的学习生活中 可以看出 她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可惜就在她及其接受改造的时候 她再一次因为心脏病复发 住进了医院 在治疗期间 陈比军或许是对自己生命有了预感 她在家书中写道 我叫陈比军儿 是一名共产党员 话语中充满了自豪与骄傲 此外 她还叮嘱女儿要报效国家成为栋梁之才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 她的心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1959年6月17日 陈比军始事 享年67岁 曾经的她一心小成为第一夫人 为此她不择手段 甘愿投靠日本 最终自食其果 被千夫所指 不管是在政治斗争 还是在监狱里 她都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行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她晚年的书信里 却流露出她对共产党的崇敬 这也恰恰是我党方针正确的体现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